大概在5年前呢 中国SUV市场井喷式的发展 几乎所有的车系都在搞SUV的产品 真的是各式各样 但是有一款车让我记忆犹新 中风标志的5008 就法国人他们的那种视角 用一个搞设计产品的那种思路 去打造一个汽车产品 如果当时你看过他们的内饰的话 真的是非常有设计感 非常非常的精致 反正当时是惊艳到我了 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中国SUV的产品也越来越多 然后也是风向变了又变 但是中风标志有自己的坚持 也有自己的变化 那直到现在新款的5008退出之后呢 我依旧会觉得这台车 在SUV市场当中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群在 那好 接下来好好和大家聊一聊这款 全新的中风标志5008 那外观设计其实就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logo 一个是黑化 黑化很好理解 比如说5008的字样 还有外后视镜也是一个黑化的处理 包括说尾标以及熏黑的尾灯 看上去会更加的运动一点点 另外一个关键词是logo 这台车最大特点就是 它把之前立体的那个诗标换掉了 现在用了一个黑色的扁平的一个诗标 这个看上去会更加符合现在的这种神威 一个扁平化的处理 除此之外 意识版有 然后轮胎的中心处也会有这样一个logo 而且值得一提示 它这个轮胎 这个logo就很有层次感了 还是会和很多车型用的这种方式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再说一下它的这个轮胎吧 用的是一个马牌的这样一个轮胎 235 50 19的一个数据 那这个轮胎主要是主打一个静音和舒适 还是比较符合5008的这台车子的一个定位了 那再去回过头说一说它的前脸 点阵式的隔山是一个无边界的这种感觉 然后再配合上全系标配的LED的大灯 如果你从正面去看的话 还是有点像狮子瞇瞇眼的那种感觉的 然后再来看整个车身的侧面 依旧是5008比较标志性的那种修长的感觉 然后这个车的车身尺寸 长度4670毫米 轴距2840毫米 相比于现款的5008来说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 但是它作为一个中型的SUV 在整个这个市场 比如说要相比于图观L2 或者说碳界者这个车型 它的体型还是会更大一点点的 其实现在很多SUV为了美观 它会做一些溜背 或者说尾部下压的这种处理 那样的话好看是好看 但是会牺牲掉很多的这种实际的装载能力 但这台5008有一个设计上非常讨巧的地方 它是在这做了一个黑化的处理 这样的话你从视觉效果上去看 它就是有一点下压的趋势 但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垂直的这种感觉 能够保证你的后备箱的一个装载的能力 尤其是在这一块 很多车这个行李箱一装好之后 它关不上了 那这台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来看看它实际的装载能力 那新款的5008 其实在座椅的灵活性上是做得非常好的 那首先第二排的座椅 那中间也有一个按钮可以单独的去控制 那这样的话 你比如说去放一些长的滑雪板 也是可以非常轻松的放进去的 然后当第二排完全都放倒之后呢 整个也能形成一个相对不错的平整的空间 第三排的座椅其实是隐藏在了这个盖板下方啊 打开这个盖板 再去一拉 非常轻松 那这样的话第三排就可以去放起来 这边也是啊 而且比较好的是当第三排放起来之后呢 它后备箱的这样一个空间 也依旧能够去放一些书包啊 或者说再放一个20寸的行李箱等等等等 更有新意的是什么呢 这个座椅它是可以单独拆卸的 比如说你出去旅游或者说钓鱼 你就不用带钓鱼椅子了 你把它拆卸下来来放到那儿 而且是一个皮质的这样一个座椅 我觉得是非常惬意的一种方式啊 所以说整个5008其实在空间 或者说座椅的布局上 是真的非常有自己的想法的 那这台车子2840毫米的轴距 其实带来土著空间是非常非常宽裕的 而且这还做了一个偷空间的处理 腿部空间非常的充分啊 头部空间也是 再加上一个全景的天窗实际乘坐的这种开口碗 会带来很多的补充啊 再说这个座椅吧 它的天窗物其实是比较硬的 那这个也是标志一向的风格 那支撑性会好一些啊 它的靠背的角度也是可以调整的 然后最后呢有一个31度的角度 整体还是比较靠后的 那在配置层边呢 隐私玻璃给你了 老板件也给你了 另外呢这个时候还有个小小的心思啊 就是在地台下方还有一个单独的 隐蔽的这样一个储物空间 那你去放一些手机啊 放一些四方线 我觉得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内饰呢 从设计风格上来讲 依旧是iCockpit这样一个驾驶座舱的设计啊 会向主驾驶进行一个倾斜 有利于主驾驶的一个驾驶的行为啊 同时呢你去单看每一个地方的设计 这儿的钢琴按键 电子挡杆等等等等 组合起来也是非常有设计感的 然后从这种用料上来讲 那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层次啊 首先Aktara的这样一个材质 然后是配了一个浅色的 那浅色还是比较少见的 然后再往下 座椅是一个科罗地亚的这样一个真皮座椅 不管是从上往下 还是说从左往右 都是一个非常有层次感的这样一个感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这家车其实在配置上进行了很多的提升 全系标配的12.3英寸的夜镜仪表盘 还有配备了一个10英寸的总共屏 最关键的是它最新用的这个BlueEye 3.0的智能互联系统呢 非常好用啊 而且呢 语言交互有一些是可以不用唤醒就可以直接操作的 声音大一点 而且呢 这块屏幕当中呢 它的应用是非常多的 像华为的HiCar 芒果TV 包括说唱8 这些功能全都给你 还是比较符合现在互联网的一个使用的思路吧 那除此以外呢 还有一个功能 它是新增加进来的 就是增加了通平底盘 它其实是在360的基础上面 去增加了一个通平底盘 那这样的话 对于驾驶来说的话 会有一些安全性的提升啊 就在11月25日 新5008正式上市 价格区间在17.8 7万到23.37万元 共计四款车型 同时官方还推出了 包括5年或15万公里的质保 5年5次基础保养 最高367免息 最高5000元置换补贴等优惠政策 这个价格可以说诚意很大 毕竟新5008全系采用1.8T加8AT的动力总成 而在旧款车型上 1.8T车型起售价就要在21.97万 总之用20万的价格买合资7座SUV 这个就是新5008最大的竞争力啊 同时也因为在云云的产品当中 更具备自己的个性 或许会收获一波更独特的用户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